Hello 大家好 最近啊 哔哩哔哩出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油管一哥 在YT有2.3亿订阅的 Mr.Beast入驻了哔哩哔哩 不了解哔哩哔哩的呢 我也简单概括一下 哔哩哔哩 也就是B站 是中国的一个视频网站 类似于中国的YouTube吧 而且B站观看群体啊 年龄普遍偏低 里面有许多娱乐向的视频 比如说游戏啊 二次元的这些内容 而且我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一个B站的重度使用者 Mr.Beast呢 也是我出国以后的偶像 所以我这期呢 就单独出来聊聊这件事情 Mr.Beast 会不会像其他的国外的博主一样 在哔哩哔哩啊 所谓的辱华 以及结合我对B站与Mr.Beast的了解啊 我分享一下我带有个人偏见 与主观色彩的个人解读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喵一下 Mr.Beast在B站入驻的影片吧 你好 Hey guys I'm Mr.Beast Now we're doing around 200 million views of video and we have an audience basically all over the world except China 好 那么我就剪了这一小个片段 我会把原片啊 放在我的影片介绍栏 不知道眼前的朋友有没有发现 其实最让我吃惊的呢 就是像Mr.Beast这样 与政治几乎无关的频道主 在B站的影片中啊 还是非常政治正确的 把台湾划分在了中国领土以内 当然了 引来了中国粉红们的集体狂欢 而且要知道啊 如此有影响力的人 或许也在通过这个精心计划的策略啊 来给中国一个积极的信号 我Mr.Beast可以接受你们中国的价值观 所以呢 能不能让我进入你们的市场 为什么我要说Mr.Beast是精心策划的呢 其实稍微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了 他在YouTube影片上传的时候 会同时制作至少三个版本的封面 如果视频点击率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啊 他会马上换封面 所以像这样一个人啊 在影片中将台湾划分在中国领土以内 绝对是他们的团队精心设计的 老实说有许多世界级的大公司啊 入住中国的时候 地图呢 并没有政治正确 对吧 然后被中国网友言上说台独 最后不得不背负辱华的骂名 有一些呢 就直接贵了 还有一些公司啊 他们就退出中国市场了 所以显然Mr.Beast这次入住B站啊 绝对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然了 一些台湾的朋友 可能会对Mr.Beast比较失望 我当然也能理解 因为我觉得啊 Mr.Beast完全可以不要把这个敏感的地图啊 放在宣传影片里面 但台湾的朋友啊也不用太难过 因为据我所在的游戏行业里面啊 目前大部分的游戏公司都有一些小的手段 用来通过中国的一些审查 其中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台湾啊 一般只有在减中语言的情况下 会加入中国台湾 其他的语言啊 台湾都会显示为独立的台湾 所以换句话说啊 就是给中国一个特供版 在正常的世界 我们该咋咋地 接下来呢 我就聊聊这次Mr.Beast 入住B站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看了一下B站啊 大概在2023年的8月 Mr.Beast的频道就已经开始在B站里面更新了 根据这个网站说明啊 之前是有中国的粉丝 将Mr.Beast的影片搬运上去 但如今呢 Mr.Beast的团队啊 已经完全接管了B站的这个Mr.Beast的频道 因为要知道啊 B站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搬运工 他们会将许多YouTube上面的优质内容啊 搬到B站 因为B站老实说啊 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很小 许多国外的YouTuber并不会搬运到B站 所以呢就造就了B站的搬运工文化 就连我这种辱怀YouTuber啊 也被一个小可怜不小心搬运到B站 然后呢 他被全平台封杀 当然了 这些搬运工啊 肯定算是侵权的 但以我对Mr.Beast的了解 我觉得他绝对不会去跟那些B站的搬运工计较 甚至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奖励 而且看目前Mr.Beast的商业版图啊 他的主要收入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影片广告获利了 更多的是他经营个人品牌公司 所以这次的Mr.Beast入住这个B站肯定意图不只是单纯为了视频赚钱 这次入住啊 绝对是他对他的商业版图的一个扩充 我想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延伸自己的商业版图 并使徒进入中国 而且老实说啊 像Mr.Beast的这种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元素的一个内容创作者来说呢 他其实是相对更容易在中国造成影响力的 而且根据我刚才查询的网站啊 Mr.Beast可不仅仅是要加入B站 中国的其他平台 比如西瓜视频 微博 抖音 他可是都是很有野心啊 所以下个一个问题呢 就是Mr.Beast在中国会不会和在YouTube一样成功呢 我的答案呢 就是不会 为什么呢 我接下来聊聊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影响力这个东西啊 是中国政府目前最害怕的东西 在中国生活过大概十年以上的人啊 我觉得都能感觉到 一旦一个明星或者品牌 他获得太大的影响力啊 中国政府马上就会变得非常害怕 开始打压他 比如像之前的马云 在一次论坛上啊 按着批判习近平 对吧 经济上太保守 随后阿里巴巴呢 就被国有化了 而且随着影响力逐渐变大 中国党霸的手啊 就会渐渐的伸过来 毕竟独裁国家最怕的就是你有号召力嘛 所以像德云社这种大型的相声团体 或者像效果文化这种脱口秀公司啊 中国政府都会让他们配合创建党支部 我不确定Mr.Beast的未来会不会也迎合中国搞一个党支部啊 但这听着啊就非常的有噱头有流量啊 其次第二点呢就是我在B站啊也混了很久 我知道很多的外国博主啊天生就会自带流量 因为大家呢其实都非常想看那些外籍的博主对中国的看法 当然如果一直是正向的评价啊 你就可以在中国做的特别大 尤其是在B站会火的非常快 比如我个人觉得B站的两个舔王 一个郭杰瑞还有一个阿福 对不对 虽然说外国博主获得的关注大 这也意味着许多吃饱了没事干的B站小粉红啊 会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 甚至翻墙去查那些国外博主曾经说过的一些言论啊 过往 所以国外博主啊也是冒着巨大的辱华风险在赚钱 据我所知啊 许多外籍博主都无一例外的被所谓的辱华言上过 比如信誓旦旦 复林芳 B站的好朋友西兰 对吧 而且据我观察 能够游走于B站又不舔的真的非常少 所以Mr.Beast作为一哥中的一哥啊 他能不能经历B站朋友的检阅 在我心中啊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问号 第三点呢 就是中国平台的推荐逻辑啊 其实与YouTube推荐逻辑是不一样的 众所周知啊 中国微博热搜啊 基本是被政府严格管控的 所以Mr.Beast想在中国复刻YouTube这种伟大的成功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得接受一遍遍的审核 举几个例子啊 他在油管 他可以拿一大笔钱送给路人 但是在中国可能就变成政府说的炫富负能量了 再比如在油管 Mr.Beast可以搞一辆坦克 但是你在中国如果在某些敏感的时期 对不对 你就算拿出一个坦克造型的蛋糕 都会直接被封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好Mr.Beast这次入驻B站 当然了 Mr.Beast这次入驻B站啊 我觉得也不是一无是处 唯一我觉得能够给Mr.Beast有利的一个点啊 就是如今中国的经济啊 的确衰退的非常严重 政府现在需要一个人去告诉全世界 如今中国暂时不会收拾你们 你们快点来中国做生意 开公司投资 对不对 因此在如今这个非常时期啊 我相信党爷会给Mr.Beast开很多的绿灯 这些绿灯呢 开到中国经济复苏为止 当然如果Mr.Beast能够运气足够好 避开我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雷区 那么Mr.Beast就能吃到一波 这次中国政府给的红利 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Mr.Beast会就此一舔再舔 对此啊 以我浅薄的认知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跪舔 因为Mr.Beast主要的市场 依旧是来自全世界 而非中国 他如果一舔再舔 他可能会失去全世界的这个市场 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筹码 让Mr.Beast来舔 当然了也欢迎Mr.Beast来打我脸 成为第二个郭杰瑞 最后啊我想说 对于Mr.Beast这次进入B站吧 我其实有一点点期待 比如我在想 Mr.Beast会不会和其他的一些 哔哩哔哩的顶流博主进行合作 而且呢 他们会不会制作出一些 与YouTube截然不同的节目形式 当然了 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Mr.Beast到底会不会辱华 毕竟如果流量一个也辱华的话 这个话题我觉得又能养活一大批 我们这些小博主了 大家如果对Mr.Beast入驻B站啊 有其他的看法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前几天啊我看到评论区 有人想让我聊聊 黄明志大哥最新出的新歌 龙的传人 我看下来呢 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但还是有点担心啊 黄明志大哥未来还能不能进中国 看这周有没有时间吧 如果下班心情还不错的话 我就接着聊一聊这个龙的传人吧 而且这周啊 我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的蜀活片啊 它要迎来序章了 因为最近啊 蜀活经济严重下滑 蜀王呢 正在下一盘大棋 好不好 大家感兴趣的呢 敬请期待 最后的最后啊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心灵马刹鸡 我想说啊 如今网络充斥着一批人 他们听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声音啊 马上就会红着脸开骂 这类人啊 在美国叫极左或者极右 在现实生活中啊 我几乎很少遇到这类人 但是在网络上 真的我感觉非常的多 各位朋友 如果未来网络上啊 遇到这种类型的人 不用去理会就行了 其实这样啊 可以节省自己不少的时间 好了 以上就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 我的百人大台 一只土博蜀 感谢您的观看 祝您每天都过得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